我们先上乘本师释迦牟尼佛说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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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忘了今天是第几奖 应该是第四奖 这个《座禅三美经》 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挑战 因为刚好有几位朋友要讲英文的 所以可能我暂时讲中文 但是我大概会做一些基本的总结 讲一下英文 我只想要说 这个《座禅三美经》是 《座禅三美经》 《座禅三美经》 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们先回到这个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安班列嘛 这个初入习惯 在这个初入习惯里面 我们先谈一谈就是 旧摩洛词在这个初入习惯里面 就是说它是一个 这个一共有四个方法里面的其中一个法门 其实一个应该 那么这个法门呢 而且是最重要就是对峙这个思念 就是我们在这个思维很多的人 就是想很多 这个在《座禅三美经》就是说 要学这个安班列 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能对峙这个思绝的法门呢 而且这个方法呢 他也是 也是相信透过这个方式很容易去除 这个 这个脑觉、清觉跟不思觉 还有三种 简单讲就是很容易让我们去除到 我们如果有很多烦恼的话 还有对这个相亲啊 自己的亲人呢 会执着的 比较执着的话 还有这个 对国家 甚至会对这个所谓 对寿命 这种概念的话 那么这个都相信说 如果透过这个安班列 会比较容易 把这些调幅 那我们是上次到第几页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耶稣是第十 另外你们的耶稣是第十 So I would just want to say что我们来说 我们有过来的 有关于《通常》 指哪一道的 和《接触》 之外 和《接触》 法门 除此 知识 according to the Gumarajiva's translation text and this system, the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it's one of the very unique system because while practicing that, it's much easier for anyone who practices to subdue when they have a lot of wondrous thought as well as when the persons have much attached to the family as well as believing that a person is not going to die, basically means it's one of the techniques, it's easier for a person to see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too. Okay, that was the question. I know I'm the 10th of the year, I don't know if you were the 10th of the year. I'll see you, I'll see you. You don't remember? You said you were the 9th of the year, I'll see you.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簡單地說就是我們上次談到說這裡從這個經來看就是談到這個有衣跟衣、 uit、 水跟紫 还有这个 造流是属水 紫 光 环境 但是这里也 我在看一下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有这个环 但是我知道它内容有谈到 那么这个属水 紫 光 环境 没关系我们再从第九月 我们再回到第九月里面提 第九月里面提 就是 我们那时候 或者我们大致上讲一下好了 OK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如果看回 第八月的话 是不是 对 在第八月 第八月倒数一二三 第三行 第四 那么就是说 那么就是说 奇异的这个不禁观 念佛法门 四等 就是这个 这个观 这些观里面 都可以断到这个视觉 为什么一定要读修 为什么要读修 这个属 这个叫属习这个方法 那么回答就是说 因为别的方法太宽大了 很难以给它守 而且这个属习法呢 就是简单讲就很快速的 你就可以把你的心给守在那边 就好像放牛一样 总比你放猴子 简单讲就是守牛 总比守猴子容易 就是它的屁就这样 所以呢 一样的道理呢 那学这个属习的这个 属习惯心术呢 不得有甚至一点少许的时间 有别的念头 所以说 属习心术不得少识它念 就是说 就是在属习的时候 那么这里属习先不一定要了解 所以要属这个呼吸 它只是把属习当成一个总名词 说这个方法 这个出入习惯这个方法呢 在做的时候不要有它的念呢 简单讲 如果它有别的念的时候呢 在它在这个属的心 或者在关呼吸的时候呢 那么它有别的念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算是已经没有在属了 或者是没有在关这个呼吸了 所以说它容易断我们的思觉 就是让我们有很多想法的这样的方法 当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这个属习法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去了解这个 关呼吸或者属这个呼吸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应该去单行随法 你们看到这一段 我在讲哪里吧 看不看到 在第八页 端住视觉 那么 所以这个时候呢 怎么去叫随法呢 就是如果一个呼吸 到的时候 停止的时候 到一个呼吸 在入息停止的时候 那么你在那个时候 你就应该要随着它 我不要去数 简单讲就是随着呼吸就对 那么出息停止的时候 你也应该是随着它 而不要数 因为之前你记得吗 我们谈过 就是它在教熟吸 就是说第一个方式就是说 你一吸一数嘛 后来就是做到就是说 你的呼吸停止的时候 你才数一 初息才数一嘛 现在呼吸停的时候才数二 初息停止的时候才数二嘛 现在是刚刚说到说 你那个心动我都完全没有散乱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 你应当就是这个席就 就算你的席呼吸 呼到停止的也不要数了 意思就是说随着这个呼吸就对 好 对不对 那当然它有个批语就好像一个负债的人呢 债主跟着你的时候呢 就一直不可以跟你舍离 简单讲就好像你就是要 简单讲就说你要去追一个债一样 你真的很关心这件事说你就一直跟着他 不要放弃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思维是露息 但是这样的话慢慢呢 你就会思维说 究竟那个露息初息有没有差异啊 那么初息还露更有益 就是当然我们当我们有初息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有露息嘛 那么我们有露息之后 我们开始有初息嘛 这样子的话呢有没有差异呢 那就会知道说 就那时候就会知道说 其实实际上还是有差异的 以为说呼吸没有差异 实际上还是有差异 就是说初息的时候会比较温暖一点 露息的时候比较冷 相对来说 这当然从身体学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身体是比较有个温度嘛 好 OK 那么 所以这样问什么呢 露出息是一息何以故 简单讲你慢慢就会了解说 这个问可能是说自己会 就会起了这个疑问说 那么为什么初息露息 会有冷又热呢 好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里我们已经讲过 我代算说一说 就是说 实际上呢 呃 这里面简单讲就是你随习的意思 就是说你会 不但是知道你的初 露息会比较热 好 不是 会比较冷 初息会比较热之外呢 然后呢 你而且呢 也会注意到就是说 当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当然他这里的说法说 其实我们随着年纪的成长呢 我们露息跟初息的长短都有差别 好 从这不尽的说法是这样 而且 而且呢 当我们一个 一个呼吸灭 阻止 禁止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呼吸 另外一个呼吸 就会起来了 好 那么这些就是随着这个因缘的 来生 那这个简单来说就是 他有慢慢有提到说 我们这个初息 入息为什么会 你会慢慢了解到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当我们突出息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有呼吸 是因为我们的心 就自然想把那个呼吸 拉进来 像这样 这些就是所谓的 他这边讲的就是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初息跟入息的水息 那么 而且慢慢的也了解到 不管我们的呼吸是怎么样呢 事实上我们跟外界的这个风 是没有差别的 那么也跟我们的 一般了解的地水佛风 也是跟外界的地水佛风 也是没有差别的 那 这个 这里当然内容就很多了 我们已经讲了第九页 第九页的上一段里面说 所以呢 这一切呢 都是五大音源所生的 那么 也 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深了 等一下我先讲 就是说 他这个是呢 也 简单讲就看到这个 这些都是地水佛风空 或者是 了解地水佛风空 这些都是因为有他生存 所以我们死才会生起 什么死也是因为一样 死的生起所以地水佛风空 才会生起 简单讲就会了解这个 因缘的生起 怎么说呢 比如说如果你 你没有注意到 或者简单这样解释 当你如果了解到 你有出息的时候 入息的时候 实际上 当然你修久的时候 你也了解到说 当你注意到你有息的时候 你的死就会生起嘛 OK 当然也因为你的死的生起 你的这个出息 入息才会生起 好 理解吗 好 那 那当然 这个 这个不只是讲这个呼吸 像地 这个佛风水都一样 比如说 如果你做的时候 你知道有印 好 那也是因为 为什么你知道有印 因为死的生起 但是当你如果 但是你没有死的话 死就是我们讲这个是 好 如果这个没有这个是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地 比如说这个印 你也不会生起 所以你会了解 了解的一切 都是因缘所生的 就是 简单说就是 从我们有点像我们 因缘法里面说 好 因为有处 就会有 我们所谓的这个 有处就会有受嘛 有受就会有爱 好 那么简单就是 如果没处就没受 没受就是 简单讲 没处你就不会有受 好 那么或者是说 没有这个受就是没有这个爱 好 或者没有处就没有这个受 那么 就是了解这个因缘而合的 一个原因 所以它后面下一段就是说 以得随法 单行执法 执法指 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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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什么叫做执法呢 就是执法就是说 你在 在跟着那个 或者是说 你跟着那个喜的时候 任意封门 就是说 你并不是 简单说 你不是特意要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掌控到 怎么样 就是任意的 注意这个风 在这个封门就指说 比如说我们的喜 你可以把这个喜封门 也可以解释为 是我们这个鼻子而已 不过从它内容看 它也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等下我们看看下面就知道 这个如果我解释的话 封门就指说 当然反正就是 这个封门这个词 不一定是说我们这个鼻孔叫封门 而是指说我们这个呼吸 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都叫一个封门 所以去念它的出息跟入息 他就问说 何以固止 他说 因为断住 他答应吗 断住视觉固 心不散固 因为这个视觉已经没有在 就是装住在一个呼吸上面了 心不散乱了 那么 恕随习时 心不定 心多聚固 但是当我们如果一个人在跟着习的时候 心不定 心就会 就比较多 指责心闲少是故 心住一处故 简单讲 当我们那个心路指在那个习上面的时候 心就会没有 心闲少是 但就是说没有很多事情了 原因就因为这样 所以心就可以住在一处 那 他在后面就讲 好 练习出路 那么比如说 你关那个习的出路 这个练就是指你的心 这个练 就是我们英文叫aware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你这个aware 这个习的出路 就好像一个守门人 在关着这个人的 进进出出一样 那么 比如说 知道习出的时候 从其心 胸 因 字 口 鼻 简单讲 就是出息的时候 从肚脐到心到胸到喉咙到口 到口 到鼻子 息入的时候 从一样的倒过来 从口到鼻子到喉咙到胸到胸到心到肌 这样子的习心一处明为止 所以我刚才说 这里的所谓口风 不一定是说在这个鼻孔 而是指说 比如说那个习 这样子 这个 从这样子进了 从这样子出了 很清楚的 你的心呢 就是守在这样子的 这个 而不是跟着他说 他有冷啊 他有热啊 他是怎么样 而是这样子 就知道说 任意的知道 他就是进了出的话 那么 他前面定义了 因为这个案子的话 你的断住思 你的思想没有掉了 所以你的心不会散乱 所以这样子 所以说 叫做水 了解吗 不是叫子 理解吗 所以说 我刚才说 我先说 在这些读音 说 我们开始这些训练 然后 我们在前面的 训练 我们说 你应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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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然后你应该说 你应该说 但是 有三步的 第一步 你应该说 你应该说 一步一步一步 三步 就是 你应该说 对 实际感じ 大家在这个지ота ais 在担当中,它说是说,如果我们试不过有六个节目的, 我们可以叫做第一个节目, 然后第二个节目, 第三个节目, 然后第四个节目, 就是为了解采, 然后第五个节目, 其实就是为了解采, 然后第五个节目, 我们就说了, 如果你開始做第二步,你只要做到的血量, 你只要做到血量的血量, 然後你只要做到血量的血量, 為何做到血量的血量, 在其他人的血量, 你只要做到血量的血量, 在任何部份的血量。 也許,可能在這篇文章的血量, 在身邊的血量, 在身邊的血量, 所以你會開始發現 在臨時的血量和臨時的血量可以不同。 所以在臨時, 在臨時,你會看到臨時的血量, 你會看到臨時的血量變得更加温暖 比你會在臨時的血量。 而且,因為臨時的血量和臨時 臨時,臨時的血量可以變得快速度。 而你會開始時, 你會開始解釋一下臨時, 你會開始解釋一下其他人的血量。 例如,有特殈的血量和臨時, 有特殊的血量和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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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會知道臨時的血量。 所以,你會知道臨時有四個各點的血量, 有體能力量和臨時, 然後是很清楚的。 他的血量或臨時會知道 理由臨時有不同的血量和不同的部份。 as far as that you might even know that you have kind of a pleasure in a certain part of the body or you feel a certain kind of slim or kind of wet or a kind of what you call like a stickiness you know part of the body that means that refers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water and so on so if you keep on practicing you also understand actually every time because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arise depends on why you could you could observe all the five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s the same thing that because when consciousness is not when the five elements is not there then your consciousness also would disappear too that's that's the way they begin to understand what we call the causing conditions but what we call the conditionality in Buddhism and and then the next part is that after doing that so you will follow the next step is called what I just mentioned is called the the fixing point the fixing here been defined might be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other text but in this text the the fiction here been defined as that when any breath taking place like start from your nose straight to uh to the mouth and then to the to chest and to the heart so up to your navel part you know so uh while you're doing inhalation the same thing while you're doing you're doing exhalation so from start from the the navel part up to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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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se strips so you still uh could just observing the breath clearly with without any mind uh wondering without letting your mind wondering around that's why it has been defined as uh what we call the fixing because your mind will fix on the breath without any uh disturbances uh comes along okay um that's how the the accent at the succinct of the what i just mentioned okay um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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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复赐 你们都知道在我们讲的来行 复赐 那么心执法中注官 入息时无因生灭义 出息时无因生灭义 如是心乱便除却 一心思为令官 增长是名为官 我们刚才讲的属随子官 什么叫官呢 他说复赐 还有就是说 那么在当的心 如果在这个执法里面 简直讲的心已经定下来的时候 可以住在这个官罩里面 比如说在入息的时候 在入息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无因的生灭 简直讲就可以看到这个生灭法 出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无因的生灭 如是心乱 但是一旦有心乱的话 就会被它除掉 一心思为令 简直讲一心就是要让你的心要定下来 那么要让你的光增长 这个叫做光法 这边的意思其实简单的说 就是因为你已经心 简单 站在这里你如果从一个说法 就是止观双印的意思 就是说你已经心可以从前面讲到定下来了 但你在前面的心可以定下来 出息入息这个时候呢 但是你不能只是因为这样心给定下来 因为你已经了解什么叫心定下来 这个定义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去看不管是入息跟初行 你都要看你的无因的生灭 这样子 比如说无因的生灭你可以说 比如说习 习的也会变化 也是一个生灭 比如说或者是 这个里面的 里面的比如说心的也会变化 也是一个生灭 或者比如说你看到你的色身 比如说重的变轻的 轻的变重的 重的变 变比如说变硬的 硬的变软的 有没有 然后又变成这个热的变冷的 像这些都是在色域里面 对不对 然后这个都是在变化 那么就是在观召这个 不是只是说 这个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而是你看到它这个没了 这个起了 这个没了 这个起了 那个起了 这个没了 然后呢 比如说那个思想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感受一样 现在这个是喜欢的 这是不喜欢的 这是我喜欢的 这是不喜欢 像这些也都在生灭 那么当然就是 包括我们的心在 一直在改变想法 不同看法 一直在改变 等然后面还会多说的 像这个的话 就是说 但是这个时候 它特别强调一个 就是说 一切一心 是为令官增长 是名为官法 就是说 你在这时候 如果你的心有乱的时候呢 你要除掉它 那你的心呢 要心要视为令 那个官增长 这样子的话 你叫做官 简单讲就是 要把你的定 给困固起来 然后让那个官召 就不会有心 就会散乱 了解吗 比如说 一般 比如说在做官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 有多少人去学过官 但是 但是这里的一个讲 最大差异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 你就是要出席入席 比如说你的 你的水席的时候 知道你的水很清楚了 你的心就暗定下来了 对不对 那不像前面这样 你还知道你的水 有冷的有热的 那么这个就是 那你的心就没有在别的想 但是当你的心 已经稳定的时候 很安定了 你在做官的时候 就是开始关照 一切的东西的生命 那么这里生命 先不谈说 当然从内容上 我们并不知道 它讲的多生 但我们确定就是说 反正一切变化了 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 那你就可以关照 这个一切变化了 这样的话呢 你在当时你的心呢 已经有了这个前面的经验 你的心有时候在关照 如果不定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呢 你当然就是要回到 你的出席入席 那你的心定下来 那么但是你不一定要这样去做 我只是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那么从这边来讲 那如果你的心一散乱的话 你就知道我心散乱了 所以因为你慢慢熟悉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说 我在关照什么的时候 我要让我的心 不要想东想西 我只要专注在我的关照里面 那个心就可以不散乱 理解吗 所以这个就是他要讲的 就是另外一句道教 那我们谈到哪里看看 OK 那么是封门柱 离出关法 离出关法 至习无常 此名转 好了 我们知道了 属随子跟关 那么这里叫属随子关 或者叫转 了解吗 叫转的话呢 什么叫转呢 那么转就是说 你如果呢 舍掉了 就是只有关照这个呼吸 简单讲这个风 这个守住门的话呢 而离开了这样子的 这个粗糙的关法呢 知道了这个 这个一切的这个息事 就是有在变化 有在无常的 那个叫转 或者什么叫缓 属随子关 环境的缓 或者是这里翻译为叫转 那么就光五云这个无常呢 在你光五云的无常的时候 意念入习出习生灭无常 就是说就算你看到 比如说你知道地没了 那么比如说这个风起了 那么风没了 这个火起了 火没了 或者是哪一样的现象没了 哪一样现象生起了 这样的话 但是他这里说 意念入习入习生灭无常 都是要还是要注意你的习 或者说注意你的风也可以 注意你的这个习呢 还是在变化中 一直在无常中 那么换句话说 你会看到呢 从一开始习就没有 没有看不到头的 接下来关到后面的习呢 也没有去处了 其实这句话呢 这个六祖好像讲过的 那简单讲就是 简单讲你就看到 这个风没有头 那么所以没有头了 就是一个习 没有头 没有所谓一个头 那么 而且关到后来的习呢 也没有中矩 但是呢 简单讲就关到这个呼吸呢 都是因缘和合的 如果因缘散的时候呢 简单讲 因缘和合才有 因缘散 它就是没有 这个就是叫做转 那么也可以区别前面的光 跟这个转 从这边定义来看 这个全面的光呢 是指说 你心要设在一处 可以关照为光 了解吗 后面这个所谓的转呢 就是说 你可以先把习丢下去 关照一切别的 但是等你关照一切别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把习 要注意它的生命 就叫做转 从这个定义来看 不是每一个老师的讲法都一样 我们先就针对这不经来谈 好了 除灭五概 记住烦恼 虽先得止光 当然呢 我们如果要灭掉五概呢 跟一切烦恼呢 虽然是要先得到的 就是止跟光嘛 前面已经谈了 烦恼不尽 心杂 经此尽法 心读的清醒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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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烦恼不尽 跟心 简单讲就是说 要 要 所以 所以要得到止光呢 让烦恼不尽 不简单讲 不是 烦恼这个东西是不尽的 简单讲 烦恼跟不尽 心杂这个东西呢 你如果一旦你的心 得到清净的时候呢 你就会得到清净 好 换句话说 意思就是说 如果 你看到五概都灭了 换句话说 看到五概都灭了 简单讲就是 看到五概是因缘和合的话 既然是因缘和合 你就不会去止取嘛 不会止取的话 那你就烦恼就不升起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 已经止光就会 所谓的就止光酸韵 那么 这一些的话 你的心就开始清净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叫做 所随止光环境的净 好 或者 复次 前观一学 相识行道 念习路处 经无漏道 相识行善 有漏道 思维清净 或者怎么 这个清净呢 所以说 比如说前面的 当我们在观照的时候呢 一切跟我们 所行善道路的 这样的 路习 好 那么 就是前面的 简单讲就是 在修这个过程里面 后面的 就是修道 已经是有断过烦恼的 这样 那么这个 这个有 这个有 叫做有漏的 这样的道路 已经行善有漏的道路 所以叫做清净 这么简单 前面的定义 更简单 是说 第一个定义 就是说 只要是五概灭掉 换句话说 你不止取五概的时候呢 那么 这个叫做净 因为你的清净心就升起 第二个的定义 就是说 你 当然这个定义 是跟 已经有修道 已经有 比较深的人 你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 已经证到出国以善的人 那么这样呢 他知道 之前他所修的这个 这个属于的 在行道上面而已 但是到后来 他所修的这种 无漏的烦恼 因为他已经证过 这个没有烦恼的境界了 所以呢 行着这样的 这种有漏 虽然他还要继续修 这个叫做清净 了解吗 这个第二个 就针对说 已经有得到国位的人 副斥 或者是出关 身炼子分 渐渐一切身炼子 是行痛性炼子 失踪 肺清净 无漏到缘故 所以比如说 或者是说 一开始在关 身炼处的时候 已经关到了 慢慢的 一切身炼处 都可以关得很 简单讲 就可以不需要关照 已经可以转移到 新受炼处 也停止了 但是在这里面 都不能叫做清净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 身炼处跟受炼处 还是跟那个 无漏到更远的 那么经法 法念子中 观十六行 念出席 就得到 王法 顶法 人法 四第一法 苦法 来自无学 精知 世明清净 那么第三个定义 是什么 虽然是说 他都在这个 四念处里面 他都可以做到 但是呢 现在呢 他在这个 法念处里面 他可以随观 十六行 而去观这个 出席跟怒席 而得到 这个就是一种 其实 软顶冷 四第一法 这四个 那么是一种 你一看这个 你就知道 这是跟 说一处有不得 这个体系 是相关系的 其实基本上 汉系佛教 都是受这个体系 影响 简单说 这个软顶冷 四第一法 这些 都是在 讲的说 你已经把 四念处 已经修得很好的 但是你可以通过修念处 比如说在修软法的时候呢 那你已经可以通过这个多修生念处 到最后在法念处里面 就是最后在法念处里面用到一个程度 就是修到软法 比如说像这样 然后到你的顶法的时候 就开始要多修 哪一个念处 比如说三个念处 都要修得很熟 但是到最后 你还是在法念处 将来你要多修 像这样 这叫做顶法 简单讲就是 你在四念处里面 那么四念处 而政务到四圣地 这个里面 了解到四圣地里面 你都有 抱歉 就是在四念处里面 转到四圣地里面 你在那里面 已经有很好的运作 很了解怎么去关了 所以他说 透过这个十六行 这个念处 得到软法 顶法 忍法 四地法 苦法忍 来自无学忍 因为这个 大家这个对你们太深了 里面简单讲就是 你正到这个四圣地法 苦法忍 苦法忍之 像这样的 他有分十六个阶段 怎么政务 一直到修到 变成了 欧罗汉 就是无学忍之 或者是成佛 在佛家来相信说 那么都是要透过 这个四圣地法 而成为佛 或者是透过这四圣地法 来成为欧罗汉 这样的叫做清净 了解吗 所以这清净有三个定义 一个就简单的定义 就是说 只要是看到无运 不是无盖 灭除 那么像这样 心不敬 道定 这个叫做一个清净 那么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其实这个不是说三个都 不是说这三个有 随你喜欢什么 而是说明 一个是开始学的人 第二个就是 已经有正到果位的人 比如说知道涅槃的人 所以他知道 之前他所修的这个清净 跟他后来所在继续在修 因为他得到涅槃的 在继续修的那个清净 又不一样 那第三种就讲到 甚至是一种就是 透过这个十六特圣 十六行的修法 那么得到这个 软底能师的依法的 那么最重要是讲到说 因为透过奖而得到了 欧罗汉果 或者是所谓成佛奖 所以叫做清净 好 那我先讲几句英文 也不可能不是几句讲的完 OK And then the next three steps It's a third It's all about the contemplation or what we call the insight meditation So the next three step is the what we call the contemplation The The Usually we call reviewing maybe something we translate reviewing And the third one is a purification The last one is purification So how one can based on the mindfulness breathing meditation could proceed to practice This step This step This step The The so-called contemplation So In other words mean So Hmm So Should Try that It's here So If And I mean I think In a gist It's If one If one If one Still observing the breath In breath And out bed If they could Observe the The changing Or the The changing state Of the five What we call the The five aggregates So So That is So That is It's name As contemplation If one When one's When one's When one's Observed The The five aggregates It means like The form For example The hardness The softness The body That is It's a characteristic Belong to the earth element Or if you know like A stickiness Or the Or something like A pressure That is Some That's Or Like a Mixed together Something like That is mea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water element And so on Or you know the feelings Or you know your mind Changing And so on On those things So That is mean by contemplation However There's one Salient point Is that When one's Feel the mind While doing this Contemplation Analytical meditation Or Contemplation Or the five aggregates When one's Find one's mind Been scared away They must Know how How to focus And then Let the mind To be You know Focused And to be alert So that The contemplation will be And become increasing Increasingly Become more powerful And then also If one Still Observing The breath But They But now That one has to Proceed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ce Anything That will change All the time And even by Not just knowing The changing But you also Realizing there's Impermanence as well So that's what we call The reviewing Okay So And So And Also you But even though While you're doing it The reviewing stage You know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ce But Still you have to Stick to your breath In breath and out breath And then you will start to see There's no beginning of the breath And there's no ending of the breath In other words I mean There's no ending of the breath But you only know That the breath arises Based on the conditionality But I think that I need to put more Some I mean I can say A little explain Why I said It's due to conditionality Because it's our consciousness It's It's our human nature That we don't want We don't have the breath That's why The breath Still arise Okay And then What is the last stage Is called purification It's been defined in a three way The first way Is for the beginner The first time Those Whoever who practices If they can put away The five hindrances And So that they could get They could get They could Process Concentration And then also This contemplation power So that is Then You knew the mind So pure And that's why It's called purification Or And also For those people Who become a saint already Say that they might be Have attained The first level of sainthood So And Whatever they practiced In previous time And comparing What they are practicing now That they could follow Or Even though they practice The same system But because Their quality is different Their mind quality is different So And then they know That that is also A kind of purification As well And the third is For those who are Even going to go further Much more deeper That they meditate They could They could easily meditate on Contemplate on the body And Easily contemplate on The These The feelings And Also I think they Much easier That they can All the time If they want to They could stay on Contemplate on the dharma On the teachings Or what we call On the phenomena So And they will practice The 16 step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y have Four kind of I mean this is Very difficult For a lot of people Achieve Four level of I mean there are Four levels Of attending Four noble truths Okay So they have the name It's called The heat The submit The patience And And the highest dharma In the world Because according It's believed that Even if you know Four noble truths You must have According to this system Which is highly Influenced by the Sarawasdivada school So And if you want to Practice the Four noble truths In order to attend The Zenhood You have to be able To observe the Four noble truths In a very Complicated scale Okay I don't think that This we can explain Now Today one or two I mean we need to Board and write all This scale What you have to do Oka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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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Up to the point That It will reach To the Highest one That's like Become a Buddha Or Arahant So that's also Been defined As a purification So in other words In this text They have mentioned Three types Of the last stage Of the Practicing of the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As As The Named Purification So One is for Beginner And when they They will understand When they reach the State of purification Because they cast away The five entrances And the other one Is for those Who have Some Attending Of like They have taste something About the Nibbana Or the Nirvana So and then They They Know how to Basically They can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two The purification In the earlier stage And the purification In the later stage And then The third one Is that for the Much more advanced stages Okay That's why they have been Defined Three kind of purification Okay Alright Now We have to proceed To talk about The sixteen steps Because The next one Is Since it mentioned This And then Start to introduce The sixteen steps Of the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I will speak in Chinese Now 那麼接下來 就是我上次給你們的 那個 如果你們沒有的話 就看這邊就好 就講到了 這個十六 OK OK 你們有嗎 都有嗎 所以 第一個 就是 出入其分 簡單講就是說 第一跟第二 那邊看到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看這裡面就好 是一樣了 這邊是 就是十六分鐘 出入其分 六種安八耐心 出其分 易如是 是一心練習出入 這個都是一樣 這邊我們先講 第一跟第二個人 這個簡單講就是 一個人如果當他知道 入息跟初息殘 或者是短 好 那麼就好像一個人 就走到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或者背了很重的東西 那麼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呢 那麼 那個息是短的 但是等到慢慢慢慢 他 這個 走到比較安穩的地方 或者是說 已經習慣了 背很重的東西 他的呼吸就會殘 好 就會很歡喜 或者就好像一個人 從一個地 從一個監獄裡面出來的時候 就簡單講就是 簡單講他就很歡喜了 這個息就會殘 好 所以就叫了息殘 那麼 一卻息隨二處 好 不管是殘的是短的 事故言息殘息短 事中意識阿那巴那 大六四 好 簡單講就是說 這裡就是講說 首先我們要知道 息的殘跟息的短 不過從這邊來看呢 感覺上是 首先我們會知道 息的短 慢慢你做久了 你就息了 自然就會殘 好 當然也記得這個 這一個跟經文是不一樣的 好 經文是開始是息殘 再有息短的 好 但是在這個呢 是先講息短 然後再有 雖然是說 一心念息路處若殘若短 不管是殘跟短 但是你從他這個譬語來講 他好像一直告訴你說 你開始應該是息比較短 後來息比較殘 好 那麼為什麼怎麼講呢 因為這個你就知道 然後舊姆若時肯定是受說一卦有不影響的 因為說一卦有不 從大比菩薩倫來講呢 就是非常明顯的 他就先講 息是 先是應該是先短 再是再長的 OK 了解嗎 当然他已经讲很清楚 他说他们认为是因为这样看待比较好 但是他们也知道 他们也说很清楚 经善是讲先洗肠再洗断 不是他不知道 接下来当这样知道之后 就念诸习偏生意念入书 简直讲就是慢慢的就知道 这个习在这个身体 偏满这个身体 那么就去观这个身中 这个在身体里面的 身体里面的这个出息跟落息 就觉知到这个整个身体里面 乃至一直到你的手指 到这个每一个的这个毛孔 就简直讲就好像 就毛孔就好像那个脸藕一样 好像我记得他有讲 脸藕的藕根一样 就是那个呼吸 连你的毛孔的呼吸 你都很清楚知道 整个身体的出息跟落息 这个我大概想 大家如果对清静道路读过也知道 所以这个定义上不一样 他把所谓的第三个阶段说 把这个出息落息 关全息的事 它是指这个全息在身体里面 而不是指说那个息 是指全个的息 了解吗 就是一个出息的全个 所以这定义上就不一样 那么所以就是简单讲 不管是一切的毛孔 不管九孔里面都可以看到出息入息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席篇全身 第三个阶段 你们要睡着了吗 没有 讲这个呼吸没办法跟你们讲笑话 讲不来 更何况我有点时差的时候 脑袋肯定 脑没办法这么活跃 好 挨板了一点 第四个呢 就是除住身形 意念入出息 落身这个借怠 睡眠 体重 息借去之 简单讲 什么叫除身形 你这有趣 他就定义说 在除身形呢 就是说 如果身体呢 就感到很疲倦 就好像我现在讲 那么好像想睡觉 那么其实这个是 你该睡觉就该睡觉 我只是讲说 如果有的人是懒散 那么体感觉很重 那么呢 他都可以去去除了套他 身要就变很轻柔软 而且随着这个禅定呢 心受洗 意念入洗 那么除借怠这些东西 就是借怠睡眠信重 得到心的柔软 意随着禅定心受洗 或者是说 因为他有这个禅定 是心的受洗 所以叫做除住身形 什么叫这里除呢 看起来就定义说 就除掉这个身体的这种 借带啊 随眠啊 就是五盖里面呢 最主要就是 你知道一般有禅定的人 最担心的 有学过禅定的 最担心不是 什么贪欲盖这些 秤灰盖不是 最重要就是水眠 你会爱睡 会睡成为把它盖住 就是只有这个而已 所以身体比较重 所以呢 这里就说 要不然就是因为禅定 而把它去掉 要不然就是说 简单讲就能除掉这些 所以叫做它第四个阶段 理解吗 所以定义上跟巴黎藏很不太一样 OK 那我先讲一下英文 所以第四步 thinking 第四步 它 suppose 如果是你的学生 做了第四步 的 connecting 它传续 各程 我们会继续 第二次 Therm下一步 就是 开眼 你就开始 amount 然后 把 继续 然后 跟 contempl OS 在 最后一段时间是批准备的,最后是批准备的。 在批准备的时间,你会开始批准备的16 steps, 但当然,在其他传批准备,你不需要批准备的。 但是,我不能知道,我不能看清楚, 但只是在这些词中, 因为它们在16 steps, 它们在批准备的批准备, 在批准备的批准备的批准备。 这里,第一步的批准备, 你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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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把痛备的批准备。 所以,一张的批准备是长那一段时间的, 然后,你会知道它是长, 如果它是长的批准备的话, 你会知道它是长, 但是,它们会指定这些批准备的一切, 因为最后的批准备要知道它一个位置表现时, 然后,最后的批准备它是长 and then, 最后,达到第四步吧。 那你会知道第四步的全部绰臨的臨。 但它是非常不同的批准的批准备法、 或其他文化的文化和文化的文化 這裡被解釋 知道全身的脫臉 就是全身的脫臉 你必須知道全身的脫臉 直到全身的脫臉 你能夠感受到你的脫臉 和你的脫臉 你能夠感受到全身的脫臉 你的脫臉 你的脫臉 你能夠感受到全身的脫臉 你能夠感受到的靈畔嗎 你會叫什麼 你會叫甚麼 你其實也有很多 所以你們能夠感受到的 所以這可以感受到前面 所以他們可以感受到 散步的脫臉 你能夠吸收到全身的脫臉 包括每當中的脫臉 然後第四步 是,what does it mean by the subducing the breath in the whole body but it looks like the translation here it looks like mean you are subducing the whole body action while you're doing in-breath and out-breath but when you look at the Pali it doesn't seem like that the Pali means that you're subducing the breath you're subducing the breath while doing in-breath and out-breath with you're subducing the breath no you're subducing the bodily action while doing in-breath and out-breath it usually been understood mean you're subducing the breath okay but here it refer to sub it's if it translate from the Chinese or translation it's mean you're subducing the whole body actions while doing in-breath and out-breath that refer to breath that refer to bodily action as to the laziness sleepiness and heaviness so so then once if they abandon the laziness sleepiness and heaviness and such bodily action then the body will become light and you follow up the meditation and the jhana will appear as well or people could subduce those what I just mention the three things but when the mind is become lighter because of the jhana that also apply to the fourth step okay 我们是不是在做了很惨了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有没有讲完这里吼 我们还是先讲一下到第八好了因为我们有很多要讲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其实就是上面前面的四个就所谓的这个胜念处啊虽然是透过这个出炉习惯修胜念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好也是透过这个但是是修这个这个 这个受炉习惯修 所以接下来呢如果当我们的习习 那么露习念子中静 那么露习念子中静 痴行痛念子 以得生念子 以得生念子 接下来就是当我们的这个露习的这个 露习这个念 这个已经 简直讲前面的一个段障已经结束的时候呢 开始就修这个感受 这个念出 所以念子是指念出 了解吗 那么得到了这个胜念处的时候呢 这个现在就会得到这个胜念处 而且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确实就知道你有喜了 你知道吗 因为前面一个放掉的话 你就你的胜念处已经没有在修 你在修胜念处 受念处的时候你就知道 因为你那时候已经心很轻松很柔软了嘛 你就会有欢喜 接下来呢 你知道了身体的这个实相呢 那么因这样子也因为这样而知道了新的这些状态 那么所以呢 这个 所以说受喜以念喜出路 所以第六个这段是说 所以说呢 当我们了解到喜的时候呢 也知道念喜跟初喜的出路 好 那么 第七个就是说 那么接下来什么叫受乐意念喜露出呢 施喜增长 比如说 当你的欢喜增长的时候呢 叫做乐 那么 复赤 当我们的初心升月失明喜 开始升喜欢乐的时候叫喜嘛 后来呢 偏满了这个身体的话叫做乐 或者是说 当你初禅二禅的时候叫喜 三禅的时候呢 跟这个到这个时候叫做乐 好 那么 第八个 这个四五六七八吧 都是属于受念处 没有 这个不一样 我们先讲到这里就好 因为这个体系是这样的 他把这个受念处呢 我记得是 我记得等我看看 对啊 他把这个受念处就用三个阶段来谈 简单讲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当我们如果已经生很清安的时候呢 已经修到受念处了 因为是欢喜 好 那么怎么叫第七个呢 就是说 那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慢慢欢喜的时候呢 妈妈也知道 心里也开始开始的 一直产生很多不同的这种 变化 意思就是说 你也会 哇 蛮欢乐的 有时候很清安啊 有时候更清安啊 这样子的一个喜 所以就是说 就是到第六个 有没有 就是说这个喜 接下来呢 什么叫乐呢 当你的这个乐有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就是说 你的乐越来越增长更多了 就叫做乐 你的喜越来越多 叫做乐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你呢 有初禅二禅呢 叫做喜 那当你到了第三禅呢 叫做乐 了解吗 意思就是说 你在前面的话是透过禅定 那么后面的话 你就得到 所以喜就是说 比如说第六个阶段里面 那么你得到 从初禅到二禅 得到的喜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到第七个阶段就是说 你透到到第三禅 就是叫做乐 你知道禅定是什么吗 简单说禅定就是说 你在心里面 进了一个境界里面 这境界里面 也会得到欢喜 乐的话呢 虽然你都有 但是因为你前面的境界 那个喜 比如说我们有说 寻跟是跟喜之三个还在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 寻跟是跟喜之三个去掉的话 而得到第三禅呢 那就有乐的存在 所以叫做乐 或者是说 因为喜 是只有简简单单的喜 但是乐的话呢 就是因为你喜越来越多了 就变成很快的起来 叫乐 理解吗 好 所以这个看起来 就是 当然他没有讲 一定要在禅定 没有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但也有说禅定也可以 有没有 是不是 理解吗 好 所以就是说 这个 当然这个 就变成说 他已经包容了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说 一个是禅定的 一个是没有是禅定 就是这样 而因为去掉了 对刚才的这个重的感觉 还有这个随眠 还有这个借贷的话 那个喜也算是 到了第五个阶段 而在这个体系里面呢 这个不要惊讶 按扮念不只是说四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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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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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是四个 然后三个 三个 然后全部都在法念处里面比较多 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三个在手念处里面 OK 那我就先sum up一下 有点 也没有 在这两个在手念头 这么说 就是三个 非常有языч的 这个是 还有其他 一个 的 所以 他们都许 有四个 有这些 说 但这些 一 在这一 the first one which is number five in the text it's so when for those who have I mean have have completed what we just mentioned above means they could be able even to abandon laziness and sleepiness and heaviness on the body so that one will will be body to become 也有些人可以接受 一种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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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变成了一种 有种旋徒来自于 一种旋徒 也有些人会感觉 那是你的五 step 第二步 你不说的 第二步 是想要注意 一种旋徒 是 一种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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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 празд室 每天都都想要很快 以前常會感激 感情的感覺 感情也很明顯 所以我很多時候會感到 才能感到解釋可能會稱讚好 但也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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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所以等於轉動了六段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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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六段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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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的 after finishing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body that is when one knows when the joy becomes increasing and increasing joy arises and the happiness will arise that means the seventh step or the third step of the contemplation of feelings or you could understand when someone when they have or someone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the whole body just filled with the joys for for certain amount of time and then you feel the joy and happiness so that is mean the happiness and the third or you could understand that when someone who have the first jhana and second jhana for those who have the first and second jhana it means they have these joys but when that someone can be proceed abandon the first jhana and second jhana and then and then to attend the the third jhana it means somebody who have the happiness okay so I would like to end our discussion our our reading of the text here so we have still how many step to go 7 1 2 3 4 5 6 7 8 and then we have still have 9 stage about the 16th jhana and for it's a big thing to discuss you mean 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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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you know not do you miss out this the fact that you know me you know just it means the concept of the so it means the fact that you understand this idea and you know that it is not clear in the end of the day as we tell you the truth is that it's a big thing to do 或者是所观察得到 这个异学当然就只不是佛教的 很相似的这种修行的出行跟怒旗 跟现在的这种无漏的 就能让你的心的烦恼 不会就是 简直讲就是心跟你的五概跟烦恼就变成无漏的 这样子的这个修行 这个行善的这个有漏的是个叫做情境 了解吗 这比如说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我现在知道原来这个方法 这个法门是非常的清净的 因为可以让我得到无漏的法 那么不像我以前学的这种方法 那比如说就是像外道的这种方法 什么这个叫做清净 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指说 因为这样子呢 他慢慢慢慢地在修到这个四年囚 尤其在法年囚他都可以掌握得很好 那么一直到他修这个四圣地法 到修到卵地人四地法 一直到正国位为止 这个叫做清净 所以这个定义就有三个 好的 我们又回到来 这个安班念这十六星里面的第八个 你们有吗 这个表还有 第八个是说 收住心形意念习露出 等下讲就是一切的心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那么不管是心的这种生灭法 心的有难法 心有不难法 心有上法 心有色法 心有正法 心有写法 这样子这样的每种心的这种特象 这种特征你都这都都都都注意得到 在你这个就是在你的初语入习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去感受得到你的心有这样子的 那么叫做这个叫做就是第八个阶段 是叫做所以把你就是说知道你的心的这个行为 叫做心形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现在讲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也把它贵纳在收念处里面 看你怎么讲 那现在我们就先不不去争议这个问题 我们只是先了解他的内容 就是说这个心的这个就是你知道 因为为什么由于我们喜欢把它贵纳在新念处 先这么说 因为当你谈到心有难法 心有不难法 心有上法 心有设法 心有正法 心有写法 这些如果你在读这个四念处记里面 有些会提到的 就是说 你简单讲就是你知道你的心呢 你知道你的心呢都一直在变化 这么有时候心有污染 有时候心有没有污染 有时候心可以集中 上 有时候心没有办法集中 那么有时候心设法跟心上法呢 那么我们不知道原文了 但是在四念处记里面有很多就提到 比如说有时候你知道你的有时候你的心呢 会被无欲带走 有时候你的心不会被无欲带走 就无欲就是远远逼舌身 那有时候被这个带走 有时候不会被带走 有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些无欲呢都可以把它 就是把它调伏 有没有 然后呢那有时候你没办法做调伏 然后有时候你的心 简单讲就是你内 你内的心呢很稳定 有时候就不稳定 就是我们所谓心跟定跟不定 这里说信正法跟写法 当然就是说 这个定义就很大了 但是你可以简单讲就是 你的心有没有形上正确该修行的 或者没有形上正确该修行的 就写法 这样就不只是这样 就像就比如说你现在有禅定的心 或者没有禅定的心 你现在的心 有没有有没有安清静的 有没有有没有清静的 或者没有清静的 你现在的心有没有比较广大了 还是没有那么广大了 简单讲广大 也可以说 比如说你修事物量就是比较广大 然后你没有事物量就比较广大 像这些就不同的这种心的这种特质 所以说如是等诸心相 这样的不同心的这种特质 这种心的这种特质叫做心形 就是他讲的第八个 所以这个受住心形 我的看法是当然把这个受 不是指感受了受 因为这个是当一个动词来用 就是说你知道因为本来的这个字就是说 你要知道你的心 事实上你首先并不是看到你的心 而是你是可以感受到你的心 了解吗 从巴黎文也是有这个字 就是说你去感受到这个心 好 所以你在感受这个心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也在做出息跟入息 简单讲你的出息路是已经很稳了嘛 很熟悉了 就在你的出息路是你还是知道你有心的不同的变化 好 心定啊 还是不定啊 有做得对吗 还是不对啊 那么心能不能稳定啊 还是不稳定啊 好 像诸如此类的这些 那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话大概有21种吧 那么21类那么大概这个这个在那个四年初军 这个不同版本的四年初军 其实里面的心形也不太一样 但是简单来讲 归纳大概有21种这样子 好 第九个 心作喜时一念入息 先受喜至深不顾作念心 顾作喜 好 那么 简单讲呢 这里说如果当心呢很欢喜的时候呢 这个什么叫做心很欢喜的时候 那就这样心可以 或者是说心让他欢喜的时候 怎么在同时也做这个出息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先要让你的这个心呢要起升起 那么不是做你的念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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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关照我的心是怎么样 而是说那你的心 特意要让你的心升起 所以才就喜 他就问说何以故呢 故作喜 他说预知两种心 善心或者色心 如是做出 做心得出烦恼 事故念法心作喜 若心不悦 却你另行 简单讲就两种 一个就是说 你为了要对字 两种心 一个是散乱的心 跟你的 或者是你的色心 所以这个色心在这边就很奇怪了 这个字 看起来 这个色心好像是不好的嘛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这个就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将来有机会再做他 因为在巴黎文里面有个叫 Sankiten Sankiten 在巴黎文也是把他认为是不好 但是你从那个一切思路念来看 一个项内的字是把他认为是好的 所以呢 这里因为我们都没有 我没有在做这个研究 我不清楚他应该怎么样去了解 我先讲一下巴黎文里面 因为在巴黎文里面 有时候把那个Sankiten 这个就照理由从字眼来翻译 就是翻译成为色 但是呢 其实 但是在一般的人的翻译 因为从巴黎的那个注解来看 是指 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指那个心 是因为受到五欲的原因 所以心就会散乱掉 好 所以是是这么解释的 然后另外一个字 就是就是 但是它两个字很奇怪 因为我们一般的习惯 如果你从 试炼出去来看 我现在因为看好没有在 版本没有在我身边 因为从那个来看的话 应该照理由是一个好 一个不好 一个好 一个不好 比如说有定心 没有定心 有散乱心 没散乱心 对不对 但是在那个巴黎文来看呢 这两个字都是不好的 好 但是从一切识论来看呢 是一个好的 一个不好的 所以这个有争议的 就是这个字要怎么理解 那么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翻译成那个字 因为Sankiten是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射心 不过从巴黎战呢 是把它解释为就是因为受了无欲而散乱的这个心 好 另外一个是因为心散乱的这个心 所以这两个都是被散乱起来 那么 所以 但是我从这边看 也很有意思说 它说为了要对峙两种心 一个就是散乱的心 一个就是射心 那么这样的话 那指说一个是内心的散乱 一个就是无欲的被散乱的心 好 好 那么就有点像巴黎战所定义这样 这个射心 看起来了 好 我不确定是不是 这个因为这个你要问就慕罗斯 好 但是我们只能从这个字眼来看 看起来是这样 好 没关系 那么如是呢 这都是我们做研究就是讲 只能 考究所有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说明 好 因为从这边看EDS是不好的 射心这个指造理应该是好的事情 是好 那么就像我说在一些世界上就不是这么看了 好 就是比较确定 所以没关系 反正就是只说这样的一个散乱的心 不管 好了我们用巴黎战的解释来看 一个就是散的 一个是因为心的散乱 一个是因为无欲的散乱的话 那么因为要这样呢 要这样而会有烦恼 事故呢 所以因为这样呢 要让那个心呢 让他生起欢喜 就是简单嘛 就是 就是 不是做你的念那个心 而是你要让这个心给他欢喜 好 有点像习惯家 如果是修四五年心 可能就大概了解 就像习惯家 你立刻让那个心欢喜 这样你的散乱的心跟色心呢 就会对峙掉 好 而且呢 因为呢 你能对峙他呢 心不欢愿的话呢 那么你就 若心不 简单讲不欢愿的话 你就可以让他欢喜 好 这个两个都可以这么了解 好 所以就叫做 为什么叫心作型 哦 可能你们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谈这个 因为在 在一般来说 十六特胜 或者十六行 这个安班链十六特胜 这个 这个 他基本上是固定的 只是说 怎么了解他的内容呢 就是他这个 比如说 要心 要注意他心形 要注意 要让星座开开快乐 好 像这样的 这种 这种的 说法是在经文 就基本上是固定的 好 虽然有稍息 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就 基本上是固定的 所以他这个呢 从这里面 我们只是要看看 旧摩洛史 怎么去定义这个 了解吗 好 嗯 第十个 好 星座色 就是说 十一念 出席入席 那么简单讲 就是如果一个心不定的时候呢 要强制的让他暗定下来 就好像经理所说的 心定时刀 心善非刀 好 这个我就不用解释太多 好 那么第十一个呢 那么 那么星座解脱时 这个我们就已经 这个 到这里 四 五 我们这个心念处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对不对 四个 一 二 三 四 的 OK 所以当心在 怎么说 什么心让他解脱呢 那么在 当我们一个在观 出席入席的时候 在做出席入席 还是心可以解脱呢 如果意不解强 就是这样想 如果心 不解脱 要强制的让他解脱 就挺起来 等下我再讲 例如好像一种 一个羊 到了一种 地方 它有一种草 叫苍鹅 但这种 就好像 我不知道 虽然中文叫什么 英文我来讲什么 我记得 哦 我这里好像有英 叫 叫 Cochleber Cyberian Cochleber 我上次我找了 之类 就是 有一种东西你知道 你走到那边 它会连在你身上的 就好像有一种草 衣服连在衣服上面一样 那么你如果 要把它慢慢的 把它拔出来 如果你有的话 所以 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 心作解脱 祝烦恼结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叫心作解 那当然了 这个换句话说 因为你前面已经有办法 其实在佛家来看 你如果在修的时候 你有办法让心 如果不快乐 让他快乐的话 当然很多烦恼 就会随着就脱离了 了解吗 是不是 怎么 你们好像没有反应 从道理上 就是这样 所以 简单说 你有这样的话 而且 你慢慢的要 因为当然你 首先能做到前面 你就是 那么 你的心不快乐 你要让他快乐 那 但是 而且 当你的心安定 安定 前面已经讲了 你的心也可以安定下来 更快乐的时候 那么 你的这个烦恼 就会这样 就会脱离 那你就 你就要看 一个一个让他脱离 比如说 趁卫生起 你要让他脱离 妒忌生起 你要让他脱离 在第八个里面 就是心形里面 你会知道你心有什么样的变化嘛 对不对 你一定要能做到这一点 我现在有污染的心 我现在没有污染的心 我有什么样的心 我没有这个什么样的心 我有散乱的心 我没有这个散乱的心 我有因为 比如说 想要听音乐 造成污染的心 我有这个 想要看东西 造成污染的心 我想要吃什么 造成污染的心 比如像这样 叫无意的这个丧心 那么 如果比如说 我身家有禅定的心 或者身家没有禅定的心 像这些 你都很清楚了嘛 到后来呢 你甚至不但是清楚的 你还是有办法 可以 那你的心 要让他 就是喜悦就是喜悦 就是 换悦就是换悦嘛 那么 你也就可以知道 也可以做到 就是说 我现在要什么 烦恼不升起 你因为你就可以 强制的 那你的心 前面已经讲了 你要强制 让你的心 可以欢喜 这不是说 慢慢来的 是 我要他欢喜 他就要欢喜 这样子 要做到这样子 所以呢 到后面的时候 当然 因为你能做到这样了 当然很多烦恼 就跟着这样 就脱离了 当然这个脱离不是永久的 就只是知道你的心 所以有点像心解脱一样 你的心思可以 没有这些烦恼 存在跟你在一起 理解吗 那后面的呢 我们就会再讲无根 我们下次再讲 就是无禅 有违法 旅遇 禁法 舍离法 这些 那这个比较算是 可以永久的 前面那只是一个过程 这个心形的这个过程 所以 其实是 以及 所有的 相关 所以 这个 就是 说 一 一 可以 适合 一 一 脱离 一 一 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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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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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一人的心 它知道的,在一般的心中 像是一般的心中 在一般的心中 或者是一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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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得理解 而是一般的心中 也必須得到 因為有失敗 或是因為有失敗 或是因為有失敗 在佛意中 在佛意中 我以為有失敗 因為有失敗 有失敗 因為我們視敗 我們的眼睛 和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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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般 你必須得理解 這就是 看不可能 讓喉嚨 和喉嚨 和喉嚨 and so on and those kind of characteristic those kind of mind characteristic has to be understand that's what that's mean by the mind activities and the ninth step is that when one's mind happy when one's making the mind happy why do we in-breath and out-breath so if they have two they have two way explain it one way it's in order to put away all these like when the mind scatter is unfocused mind and the other one is that when my is not like it's not no without joy so you need to force your mind to be joyful happy okay and the tenth step is that and when oath and then and one also can make the mind to be focused and you have to force the mind to be focused okay this is more at one stage than what we just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stage and the last one that regard to the meditation on the mind while doing in-breath and out-breath is when mind is liberated someone is doing in-breath and out-breath in other words mean when that when when once feel the mind's been attached to something and then you have to be liberated mind just like when a person actually he here is mentioned just like a goat you know go to a certain when the goat was attached to some plants just like our clothes right we sometimes there's some time we stick to our clothes so you need to take it out one by one so like that so and one be able to meditate up to the 11th stage now that is that whenever the mind is being attend being associated with something unwholesome and so you need to with the focus mind and the joyful mind to abandon all these things so all these kind of what we call it factors so that is mean by the night the 11th stage mean when someone is making the mind liberate while doing in-breath and out-breath okay and then all right so we will end of the today discussion so we have five more to talk about that means that the next one is supposed to be someone have to contemplate the impermanence while doing in-breath and out-breath and so on okay and have five more stage I will discuss that on the next month